当完成窗框边防水抹泥风口的48小时之后,才可以做防水测试。 而它的程序和方法都要先得到工程师批准才可以进行。 测试的时候,要由窗底开始向上涉水,再等一个小时以后才做窗顶的测试。 工友们要以正确的水流量和试水时间,不停地向窗框外抹过水泥的表面喷水。 试水之后一个小时,要再次检查有没有漏水的迹象。 全部都合格了,就可以在窗框边混凝土和水泥表面, 涂上由工程师批准的防水膜。 而防水膜的颜色必须和水泥的颜色不同,这样才方便监察和控制质量。 如果出现漏水的情况,工友们就不可以只缠走部分水泥。 因为这样会影响到其他水泥的结构,而必须要把整扇窗框边的防水水泥全部缠走,再重新补做一次,这样才行。 把窗边安好,然后试过又不漏水,再把玻璃装上,不就完工了吗? 当然不是啦,我们还要等其他行业做好他们的事,那我们才装得玻璃的。 而在这段时间,那些窗子就自然很容易受到破坏了,所以保护就一定要做足了。 还不止呢,承建商还要提醒工友,禁止在窗框上拖放过桥板,管线以及摆放泥车,禁止用窗框边来刮灰勺等等。 而且,还要教育所有的工友,采用适当的使用方法,以减低对装好的窗框造成破坏。 另外,外墙瓷砖一定要离窗框边至少5mm,而又不可以超过10mm,以方便打胶,增加防水功能。 如果窗孔要用来作为出入口,或者是垃圾槽的槽口的话,那么承建商就要压后处理这类窗框的窗框的安装,直到把运输机械和槽管拆走以后才进行了安装。 所以有的时候为了赶着验楼,就没有足够时间去依照正确的程序安装塑料窗和抹防水水泥了。 而恰恰有问题的窗,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,所以承建商一定要预留充分的时间进行安装,以及试水的程序。 在打胶之前,要先把胶纸撕掉。 承建商要使用工程师批准的清洁剂,彻底清除窗框和瓷砖之间的水泥沙和污渍。 工友们要注意,天雨或者潮湿对打胶的影响。 而打好的胶,就应该是整齐平滑畅顺,无空隙,无断口,不起空骨,而且要完全填满窗框和瓷砖之间的连接位。 而宽度不能载于5mm,但是又不能超过10mm,因为太宽的打胶就很容易反翘,这样就会进水。 而运到工地上的玻璃,最好是可以及时分配到各层单位。 承建商必须提供一个空气流通以及干爽的地方来存放这些玻璃。 还要用木板来承托,而玻璃与玻璃之间要分隔存放,以避免玻璃发霉或者有云状物。 承包商还要选定玻璃,确保它没有被刮花或者枕烂,没有气泡, 或者是彩虹,也就是Steam等等。 就好像用滤镜测试强化玻璃有云,那就对了。 明镜是转发霉的平面。 精神点赞が传承过用黄的玻璃切放相差, 使用公开对门来使用胃切捷徽。